哈喽大家 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今天我们拆箱测评一款生活用品 在生活中 大家肯定是很喜欢吃毛豆 我也很喜欢吃毛豆 但是我不喜欢剥毛豆 你喜不喜欢剥毛豆 今天我们拆箱测评一款这个包毛豆神器 不是剥吗 剥 我每次读剥都会读成包 剥毛豆神器 好简单 9块9包有两个 好了 我们今天就测评一下这个剥毛豆神器 你看戴上去感觉有点大了 我要戴 毛豆是小拇指还是大拇指 大拇指 大拇指 看见好不好剥 好了 我们整个的一袋毛豆 来 平常家里面剥毛豆不剥 今天就这么寂静 是不是这个又来剥毛豆的 好了 我们试一下 怎么剥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用 看好剥剥 怎么了 感觉 感觉手好痛 好痛啊 我感觉有点用不习惯 第一次用 没有手指剥的那不自在 剥掉了 烂掉了 没事 但还好剥手 小了 这可以剥毛豆 这样剥毛豆 痛倒是不痛 一点痛都没有 好痛 好痛啊 因为戴心的指甲太大 哪里痛 对 指甲太长了 我要剪掉了 我表妹的指甲太长了 所以痛 我剥了倒不是不痛 因为还挺好的 其实也不是你 但是手好痛 好紧 就稍微有点不自在 嗯 不是很 用起来不是很舒服 但是好好剥 好剥 我也觉得 这个好剥掉毛豆 毛豆的活毛 一下子剥好了 我表弟在瞎搞东西 一下子剥好一个 我们在剥毛豆 他就在削毛豆 以前剥毛豆 都是用他的指甲 但指甲剥久了 特别特别疼啊 但是我感觉用这个 这个神器 这个部位 很容易顶到我的这个肉 顶到了就好疼这里 估计是我的大拇指弯的比较厉害 太大了 我的大拇指 我也可以 你的可以吗 不可以 但是手指可以弯的好厉害 不压 我这个手指就弯不了 这个手指弯不了 我这个手指可以弯好厉害 你看 所以我这里顶的特别疼 但用这个一定要把指甲给剪断 指甲太长了就用不了 不要 好了 我再试一下剥这个柚子 看这个柚子 好不好剥 这个也可以剥那个石榴 还挺好剥的 这个可能是用来剥石榴 不适合剥 我来吃 哎呀 你吓我 还不错 最主要还是用来剥魔朵 习惯了还挺好剥的 剥了手一点都不疼 但是有些人不适 我估计我的手指刚刚好适 如果手指太小了 这不是手指太大的应该也能带进去 它这个可以变大的 有点弹性 这个挺锋利的 小心啊 这个手是挺锋利的 好吧 听这个剥毛豆神器就测评到这里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剥的 好不好剥 好剥 好剥 那个好剥毛 好剥 好剥 还有一点傻 哈哈哈 我个人感觉还可以啊 但是刚开始用的时候有点不习惯 但习惯之后还是挺好的 我感觉这个还可以用来刮浇或者干嘛 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神器 好了 今天这个剥毛豆神器就是测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多多评论多点赞 好了 拜拜